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来跟各位讨论有关于美币 Endpoint 的一个PogDollar Remover 的一个部分 那在这边我必须要先跟各位告知一下就说 这个工具只局限于移除美币产品 我们没有可以提供移除美币的一个端点的一个部分 目前这个部分美币还尚未提供 OK 好 那不外乎你一定要先去进行所谓的一个下载的部分 那有关于透过Grade Number 的下载 你们可以参考锦囊妙计的第25G 在第25G当中我们有明确告诉各位 要如何去下载你的产品 那为什么我要下载一个 美币 Endpoint 的产品移除工具 跟25G 的一个产品下载有什么关系呢 好 目前这个工具还是被绑定在 你是美币的一个企业使用者才可以下载的 所以它并不是开放给所有的 任何人都可以到它的官网上随即去下载 OK 所以你必须要是美币的一个产品的使用者 你有拿到正式合格的Grade Number 之后 你还可以透过这个Grade Number 去进行这个产品的下载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看一下 这个下载的一个过程 那这个下载不外乎一样 我们是要到它的官方网站 那我们是属于企业用户 那我们就点选企业用户 那在企业用户里面呢 我们会有一个所谓的Resource 一个资源的部分 那在资源里面我们就找到一个产品下载的一个相关的连结 好 那接下来呢 你就必须要拿出你的Grade Letter 里面的Grade Number 将你的Grade Number 去输入在你的授权序号上面 那有关于电子邮件的部分呢 这个部分呢 是指你第一次在输入的时候 你有没有拿你本身 或是拿其他人的电子邮件去做验证 如果没有也没关系 你可以再重新输入一组 这个东西它不是绑定的关系 OK 好 那等进到你的那个产品清单里面的时候呢 你在画面上会看到这四个产品 很抱歉 在一般的使用者上面是并不会有的 因为我们公司是跟美币有所谓的合作关系 所以它有提供这些给我们这些Partner 有一些特殊的Grade Number 可以去进行一个下载的动作 好 那你就点选到你必要的一个产品部分 那在这个产品清单 请尝试着用卷轴去找到一个叫做Endpoint Profile Removal的一个连结的字眼 好 那点入进去之后呢 你会看得到目前美币的官方上面有提供三个可以下载的东西 第一个就是所谓的文件 第一个就是文件 第二个是本机执行的移除工具 第三个是MacB MacB的一个版本的移除工具 为什么它要放两个版本呢 也许一般来讲 当使用者他觉得 我的远端这台电脑怪怪 虽然我的Agen跟它通讯是没问题 可是我在派送软体的时候 或者是我要让它更新病毒吧 它一直无法正确 那我希望我可以重新安装 那我在远端上面 我下移除 比如说我要下移除EMS的产品的时候 它是没有办法正常移除的 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下载这一个端点的产品移除套件 那把它载入到你的EPO Server 而EPO Server就可以把这个机制拍送到你的用户端 并且强制去移除 基本上它不需要安装 它是直接进到你的用户端的环境里面 把用户端的端点产品直接做移除的动作 OK 这是它三个可以下载的一个部分 OK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产品下载的一个 对不起不是产品 我们的工具下载的一个移除过程 那 针对这个工具移除呢 我们希望你在真的有需要使用到 troubleshooting或debug的时候 你再去执行 千万不要给你的使用者 来就是随便取得这个工具后 可以随意的执行 因为当他们有拿到这个工具的时候 它会随意去执行你任何有关于每逼的产品 到时候你的中央控管的机制会形同虚设 好吗 OK 这是我在这边给你们最后的一个建议 如果说你对我们的影片有任何的想法跟建议 或者说你觉得这个工具在下载上面你有遇到任何的问题 那你可以到我们的官方的YouTube的一个频道上 留下你的讯息 那我们会尽快跟你联系 那这是本次的几麻妙记 谢谢观赏 谢谢观赏 观赏 观赏 观赏